统一师队洋投瑞安投出终止史上首场完全比赛 图统一师队提供 分享 挑战完全比赛难度高 终止开打29年 历经其341场例行赛 才在今天由统一师队瑞安投出史上第一场完全比赛 百年历史的大联盟至今也仅出现23场完全比赛 日值则有过15场师队瑞安今天在台南棒球场面对中信兄弟队 九局投出27上27下 全场没有让兄弟打者站上雷包 靠祝郭复林在九局下的再见阳春炮 投出终止29年来第一场完全比赛 他也成为终止史上762位先发投手中 外籍525位本籍237位的第一人 而瑞安今晚的登板 九局上投完 两队仍是0比0平手 直到九局下郭复林轰出戏剧性的再见拳雷打 让师队以1比0赢球 才成就瑞安的大纪录 也让这场完全比赛更属罕见 统一师队野手郭复林 记者余称汉摄影 分享 过去终止最接近完全比赛的 为瑞安队友斗督盘威伦 他在2008年7月10日 对中信经队投出9局无安打比赛 也没有投出4-4-9保送 但因一雷手高过庆首局发生失误 让对手上磊 让盘威伦无缘完全比赛 终止在第29年才出现第一场完全比赛 韩植至今37年来还不曾有人达成此记录 日直过去出现过15场完全比赛 近40年来唯一一场唯一 1994年5月18日 由巨人队员匡几队广岛队所投出 至于大联盟史上则仅出现过23场 最近一次已经是2012年8月15日 由水手对国王贺南得资 Felix Hernandez 对光芒队所缔造